大家好 我是小胖姐夫 好久不见了 上次和大家见面的时候还是在云南 那时候给大家推荐了花豆玉米 有很多小胖的粉丝都收到了 让大家收到粉丝 吃的口感怎么样 现在又在吉林市 因为之前有很多人知道了 我们一起同伙 陪着了水道的种旨 吉林市也是我的老家 这边就是我们水道的种旨基地 大家看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第二个就是水质 因为这边是松花江流域的水质 水质非常好 它里面含的温量元素和矿物是比较高的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就是温度 因为东北的早晚的温差能达到了正负十多度 温差大的时候 这个隧道的生长慢 所以说呢 它的这个 里面的围来元素啊 或者各方面营养成果会更高一些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什么呢 东北 是我们的隧道呢 一年只收获一季 然后它有一个充足的日照时间 你像我们的日照时间能达到了2500多个小时 在天气热的南方呢 差不多这样 所以说这样的才造就了咱们东北大米 是口感是非常好吃的 再一个还有羽品种 就是我们的这边的羽品种主要有三个羽品种 一个是这个刀花香 一个就是长叶香 还有羽品种 这三个羽品种呢 这个都是比较不错的大米 去年的时候啊 温度就行不够大部分 然后我们建议很舒服 因为去年的时候呢 新米是季节 就有沉米的 但因为大米的水比较深 有几方面啊 因为我之前做了这个 存储的这个行业 像大米呢 他们为了把这个整体的贵的大米的价格做下来的时候呢 刀花香 那一个沉米的处理率高 比西米的处理率高 他们用沉米去来掺西米 这样整体的价格就下来了 但因为我给温东啊 这个来做 又去合作来做工货的时候 我压力比较大 因为像玉米的时候啊 我把玉米就是本来成本就很高 然后我没有精挑细选 这个把它选出来 因为这些所有都是农作物 它一致性并不做到百分之百 所以说我压力比较大 但是像文冬去年找我的时候 到今年我说一起跟他做呢 给他来做这个温度货呢 我只能我能保证这个以下几点吧 第一就是我的倒花香 说是倒花香 那就是倒花香 不会有一粒别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不会有一粒是沉米 全是今年的西米 因为再有十多天 然后呢这个米就可以上市了 大多样的上市 到那时候呢 大家可以去尝一尝 这个我们的这个倒花香 全面的倒花香 它的口感到底是什么样 还有一个呢 我跟文冬也说过 我说我们的米啊 可以做到明年的二月份之后 就不要再去销售了 不是米不好啊 是因为我们的倒子 然后储存的时间长 它的口感下降了 就是过了几个月 它的口感不如刚下来的米 到处的家人朋友觉得 你卖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米的口感下降了 那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被滑 不是那样 刚下来的米 它的米香 会这个非常香 然后时间长了 储存时间长了 它米香会自然的挥发 会下降 所以说这就是为啥 我告诉文冬 要到二月份 二月底左右 可能就不会再去销售这个大米了 其实呢 做企业呢 更多的还是做良心 一呢 我会保证良好的品质给大家 第二个呢 在同品质的情况下 我的价格一定会 走出一定的优惠 然后在同品质范围之内 你们去对比 它的口感呢 它的价格呀 包括整体的后期服务啊 因为我也想把这个品牌做好 也想把我们的这个水道啊 能在明年 甚至后年 甚至一直在服务于你们 让你们想到大米 想到东北的大米的时候 就想到了大火小胖 也想到了这个小胖里面 也欢迎大家随时接触 和随时提出这个意见 谢谢大家 都 informação 都能 metrics 都能 disagree 是ana 还安 嘅 嘅 정말 慢